刚刚主要ABCD输出的话 这个可能比较相对的复杂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公式丢到这个范围的话 那当然前面有讲过 第一个Video Basic打开来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直接在这个地方 也许我们建立一个叫 这个名称的话 也许叫乘机公式 也许我就输出那个公式 那假如说我要稍微复习一下 前面讲过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一样 请各位就先插入模组 这个模组部分的话 插入之后的话 当然理论上你可以把它开 从这个地方可以开或关 那再来的话插入一个程序 如果我今天希望产生一个按钮 按下它之后呢 自动帮我做什么呢 就是丢公式到这个储存格好了 H栏里面 所以我前面讲过来 当然如果你要做这个按钮的话 插入程序一定是个SUV 然后再来的话 名称部分也许叫乘机 名称的话呢 假设我又给它一个底线好了 也许乘机把公式丢出去好了 OK 那这个公式的话 就是把刚刚那一串公式呢 直接就做输出 所以我名称的话呢 也许把它改一下 那今天这边电脑可能会比较慢一点 因为这电脑 但是它RAN只有两区而已 所以好想有点慢 OK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要输出的逻辑在这个范围 所以前面讲过 你可以把这个VB的环境缩小 那缩小的主要原因是 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写 那怎么写呢 接下来就是你可以给范围 For i 等于第几列呢 那你告诉他说第二列 到第七列 OK Enter两项 打一个Next OK 那再来的话呢 上面跟他讲说 我要丢公式到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范围列 我已经把它改成i了 所以我这边输出写前面 Sales 就是瓜糊 BI列的哪一栏呢 H栏 所以你就打一个H的字串 记得前后要加那个双引号 因为同学常会忘记 那再来的话 等于什么呢 等于后面的双引号 一个字串 那这个字串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把我们刚刚写的公式 直接就丢到这个 我们VBA里面 这个字串里面 但是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要丢的话 必须要遵守两个规则 第一个规则就是 前面讲过 还记得吧 第一个 如果它里面有双引号的话 那因为双引号呢 VBA也用双引号 Essal也用双引号 如果你没有把它区别开 它搞不清楚 到底这个双引号是里面的 还是外面 所以呢 你要把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变成两个 这个可能是第一个规则 第二个规则就是 如果利耗的部分 假设这边有 E2 这边多个 这个2的部分 那你要把这个 列号 随着这个 I的值做变化 因为它 如果你不变的话 它每一次 就是都一样 是E2 所以 第一个呢 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里面有 那个双引号的话 那你就把这个 复制一下 H你就直接 看你贴到 反正可以取代的 都可以啦 Word其实也可以啦 或者当然 我比较习惯 就是说 你可能杀机 不用牛刀 你用比较简单的 像那个记事本 那就复制应用程式里面 你找到那个记事本 反正只要有一个记事本公文 当然它这个 最不占记忆体 开启的速度 当然也是最快 OK 那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就把它稍微做个取代 那取代的话呢 记得就是把一个双引号变两个 把它全部取代 这样的话呢 记得取代一次就好了 确定一下 原来一个变两个 OK 那就把它再复制之后呢 你就再贴到那个 我们的 这个公式里面 记得 你点这边 其实不能点 主要原因是 游标还在这里 记得 这边一定要取消 之前蛮多同学 都忘了把它取消掉 然后点这边 请问VBA没办法点 好 那这个时候 当然第一阶段就OK了 第一阶段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我今天输出 看到不OK 那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呢 输出之后的话 它就会直接输出 不过呢 全部都A1号 那主要原因 当然我前面讲过了 因为这边 没有 裂号没有跟着变动 所以如果你这个里面 输出的裂号 要跟着变动的话 那你就必须怎么样 把 这里面 只要是裂号 特别注意 利号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边有几个 1 2 3 3个1 2的2部分 要把它改成I 那如果说你要把那个2的部分 改成I 你不能直接改I 因为它是一个字串 那你如果字串里面要放一个变数的话 必须要先把它切开 然后呢 把那个I放在中间 那放中间呢 你必须要有串接的符号 那方法跟那个差不多 就是跟以色列差不多 所以第一步 你先把这个2 记得 应该前面我讲过吧 选举之后呢 双引号两个先切开 移到中间之后呢 and两个 等于是串接符号 再把这个I 串在中间 这样就OK了 那VBA里面 那个and的前后呢 一定要是空白 所以这边一定要把它再加空白 那当然你做一个之后的话 其他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如果做了一个之后的话 记得可以把 这个刚刚你做的 复制一下 把它贴过去 不过特别注意 我发现前面 之前同学比较容易出说是 我好像选的时候选错 好像没有把双引号 记得一定从 双引号到双引号 把它复制 贴的话呢 一样把那个2给盖过去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贴上 把这边把它直接贴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做输出 你确定一下是不是有三个 三个OK 好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做输出 那输出的话一样 油标放在中间 直接执行 OK 那这样子的话看一下 跟旁边是一样的 那表示是OK的 那第一个的话呢 如果你要把那个 公式输出的话 你用这种方式就OK 那另外的话呢 可以再把它改成清除 所以你可以把 这个公式 直接再复制 那我刚刚是复制啦 就是 Ctrl 键按住拖拉 或者Ctrl C Ctrl V也是一样 那你可以把这边 改成清除 如果我那个范围要清掉的话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公式 里面的东西 改个 两个算的话就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清除 执行一遍 里面的东西都OK了 就把它清掉 那当然 对应到的话 你也可以再把旁边 再加两个按摩 按下去它就输出 不过呢 如果我今天的假如 不是那么简单 我希望呢 输出的话呢 我不要输出 里面的公式了 我希望呢 可以输出的时候 就是直接的结果 所以呢 这里面的最大差别 就是说 你这边 如果输出公式的话 是丢到那个Excel里面 由Excel的出存格 的Formula公式 去帮你把它去处理 也就是有点像 丢一个公式去Excel 其实处理是Excel 帮你处理 那如果说你要VBA写的话 是VBA处理完 丢ABCD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把那个 在VBA里面输出的话 那你可能这边再加一个Sub 那名称的话也许我叫做公式 那我处理的方法 当然这边的话 我会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合格不合格的 另外一个是ABCD 所以呢 我们如果说要在这边去做处理 处理的位置不是在Excel里面的话 那你可以 这边之后 当然我们有两种可能 假设我先处理合格不合格 那你这边可以 先打一个合格 可是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不合格怎么办 如果说你将来会有多种的可能的话 那你就变成说你要在回圈里面 必须要加逻辑判断 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以后 反正VBA里面最重要 不外乎就回圈 重复做 不外乎就是重复做 里面帮你做判断 那判断要怎么判断呢 特别注意 VBA的判断方法 其实跟你是有点像 但是叙述的方式又有点差异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就是输出公式复习一下 清除部分复习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说我今天 是要在那个 VBA里面帮我完成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做 后面有一个按钮 我想请各位就自己把它完成 这边当然 我们刚刚已经把公式的部分做完 你可以把这个名称 复制之后的话 把它 试一下 那这样的话 按下去就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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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